虽然现在有快筛实名制 但全台快筛试剂还是一技难求 有民众就动起了歪脑筋 日前 基隆警方在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 有人在社群网站贩售快筛试剂 远景洋装买家成功抓到了 私下贩售快筛试剂的女子 女子坦诚以200元购入大量试剂 再以250元加价转售 而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 最高可能会吃上100万元的罚还 大楼门口前 便衣警察团团包围粉红色上衣的女子 手上一个大纸袋 里面是满满的快筛试剂 全台快筛试剂一技难求 没想到就有人动起歪脑筋 在网路上抬价转售 这名女子透过管道 以200元的价格大量购入快筛试剂 接着在社群网站po文以250元卖出 基隆警方执行网络巡逻发现后 洋装买家和女子相约 5号晚间在台北市中正区面交 让他当场人赃巨货 女子坦诚原价购得后 加价贩售 骗其北部 全爱因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 遵处并持续溯源追查 由于快筛试剂 只有医疗器材商和药局可以贩售 一时贪小便宜 恐怕会让女子 持上最少3万 最高100万元的罚单 现在除了抓到下游的卖家 接下来警方也要持续追查 这批快筛试剂货源到底从哪来 就怕疫情严峻有不肖人士 趁机赚起疫情财 记者蔡志恒金融报道